小月 你为我把头发剔了 为我做这么多事情 我今天来 也是算对你做一个工程的交代吧 你干嘛呀 你稍等 稍等 说清楚 你为什么要理发 还他一个光头是吧 对不起 想表达出你歉意的诚意是吗 我不用你理光头 真的要理吗 理得有什么意义呢 不知道把我心里的想法告别 但是你一定要理吗 你为了不跟我在一起 理了头发都不要跟我在一起吗 那我给你理吧 要理就好好理 站过来 拿个凳子上来 边理边想清楚自己的事 你头发别白理了 好吧 这边的 prom mid-1910年 现在是给你拿大利用的 我给你拿大利用的 我给你拿大利用的 我给你拿 files 我给你拿大利用的 我给你拿大利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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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是吗 还是彻底放手 我已经 多好玩 是不是觉得很酷很炫 我觉得他就是觉得很酷很炫 我可以为男人理发 我爱他 我为什么不理呢 他就这样的想法 但难道我觉得是 他以为理个发 就可以还给他 我们不要随便的去疯狂 也不要随便的去任性 任性和疯狂 不一定能够换来真正的爱情 我们爱人一定要爱的方法要对 你让人家害怕 不敢接受你的爱 不要搞这些暧昧的关系 如果你发现对方爱上你 你如果不爱上他 马上当机立断 说清楚 我最讨厌这种形式感 特别强的所谓的施爱方式 你个头发就代表我爱你了 做个行为就代表我爱你了 就这么形式化了 为一个人死很容易 为一个人理头发很容易 但为一个人好好活着很难 这才叫爱 好吧张悦 你们各走各路 对不起小悦 两年间 张悦极尽所能追求心中爱慕的对象 从不计较后果 也不计较暧昧后的真相 而韩熙 因为不忍剪断两人的朋友关系 一直为正面拒绝张悦疯狂的追求 而给他留下了无尽的幻象 尽管在现场 韩熙试图用自己的头发 为爱美带来的伤害买单 但是最终 两人还是不婚而散 所以在我们面对别人的爱的告白时 如果不爱 就要坦诚地拒绝 这即使对别人感情的尊重 也是不让误会和伤害发生的真诚基础